嗨,一天的小伙伴们,我们今天继续看一下精彩的视频啊,这个第一盘的话,看一下5A,这个,哎,不是说什么各个景点吗?什么4A级景点,5A级景点,看一下这一盘是怎么个情况啊,那肯定有祝容了,这个别的家,我不一定猜出来,祝容肯定是有,你既然要开A嘛,肯定是祝容嘛,祝容这个巨像神技,当然巨像也有可能被敌人控制的啊, 大家知道这个最典型的就是,邓爱,邓爱放了这个南蛮之后,祝容这个巨像的锁令,你必须捡钱的时候拿过来啊,他有这么一个情况在里面,所以这个,这个局在我们以前的节目里也出现过啊,哇,这个地方孙上江,没必要吧,我们这么一个渣鼠,你也打嘛,好,这两不要乐啊,我别的要求都没什么啊,这个乐你不要乐的啊,这个乐你不要乐,其他的我都能够,哎,这个地方的话, 这是,你用乐给他拼嘛,另外一点,这个家伙,你往下乐,这个,要是我,我就用乐给他拼的,我乐不了你,我可以给你拼一点嘛,对不对,好,就是说,这个,也让你看一看,你身上江,一直要露讯啊,一直嘲讽别人,挑战前逊,对吧,我告诉你,我乐也是可以用的, 哇,这地方的话,这个,曾经的驻连闭合啊,来我们看一下,哎呦,嘿,这一盘,刚才还以为是大吴,哎呦,是大V啊,哇塞,这一盘,我们主持人要是怎么赢的啊,南蛮入行,哦,这个段为了打击,他疯狂开始开A, 这下子的话,可能把这个嗨了啊,感觉,第一个A,完了那个,第二个A,开的真的有点抽了啊,第二个A的话,因为我们可能,我们这个手上,我们捏两个,这个还真不好说,哎呦,哇,这个有点伤,这个,真的是很,哎呦,这个乐众,这个,伤了,丢牌,这个太伤了, 啊,那徐优,一张杀,决斗,那一张杀,然后再一个奇色,那这个怎么都死了啊,好杀,那这个就要捞,这个有什么可捞的呢,感觉这有什么可捞的呀,他不是快补一个决斗吗,你还有吗,这个,你拍一个就死了吗,这个他决斗是肯定给拍的出来的,哎,大家看啊,这一盘就很搞笑了,这一盘,我就不懂这一盘为我在搞什么,你这么直接决斗,我就拍死了吗,他这个时候,你去拍这个国家, 把他翻过来,真不知道打了这是什么意思,啊,这个,所以我就说啊,这个,当然,如果作为我们观众来说啊,确实啊,你要感谢这把徐优啊,这个二百级如此搞笑,正是因为他这个愚蠢的作动,这个行为,才有我们这番精彩的素材啊,我刚才我真的搞不懂,这个是他这个是什么想法,对不对,你直接把他拍死不就行了吗,拍的话,而且,对吧,而且即便要翻,我觉得应该翻我们的,即便要翻, 这么打的话,应该翻我们,我们手上有两个名的A的,好,另外啊,大家看啊,这一盘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在哪里,大家看,有一个情况就是在于那个排队啊,现在这剩余排只有巴掌,你看,这个遗迹啊,什么翻人的,就加速这个排队这个流动,对吧,那这么打死之后的话,好,然后的话,我们可以重新启动排队,重新启动排队,这样杀一下, 然后灌出去,好,那么你看,这个这盘的话,没有什么可说了吧,继续开啊,五个A,把你们全部,把你们活活A死的,把你们活活A死啊,把你们活活A死,还有的啊,还有啊,继续,哎,这个,无中生有,继续开的,再开,哈哈,把你们打得连扎都不生的啊,这一盘的话,这个,全部打掉, 然后,哦,这个,那也行吧,正常熬炸模式,哎,但感觉这个熬炸模式,这个亮点就是这一波啊,但是感觉,刚才是不是多留几个沙啊,留多多沙,干什么嘞,我感觉这个,我感觉那个闪流太多了,好,让我把它冰一下,当然,他也不好打的,他有一个珠连的,所以这个闪电确实也是比较烦,当然这一盘如果给批了的话,真是那就没有办法了,所以说,当然亮点就是,那个五个, 这么一波,好,当然现在他这个状态没有起来,这个确实,也是过河拆桥,对,必须拆掉啊,然后杀,就说就看谁那个,当然他这个有一个珠连,所以说,还是有的打,我就开四倍数了啊,就是亮点就是那一波的,后面的话,后面我感觉谁赢都,都没什么问题,如果我们要赢了的话,这把打到好,我们要输了的话,你就完美帮别人打工了啊,杀,杀,所以周泰,那是神将,哎,这个 他把恢复血,这个有点傻,这个,哎呦,你这,好,然后这个拼一下,拿过来,你这有点,这个我要去吃这个,这个珠连病和保证,保证你这个窗啊,你还可以那个火一下的啊,这一下你拥掉了,那这个,好,哎,狮子来了,漂亮,那狮子来了,基本上就比较妥了,狮子来了就比较妥了,狮子来了的话,因为狮子来的话,那个, 大家现在我们就一血了,我想说那个啥,那个杀,好,最终还是我们赢了,赢了,当然一血你就没有什么区别了,我想说如果要是,你不是一血,俩血的话,闪电也劈不死你的吧,当然这盘亮点就是那个三,就是那五个A的,那五个A,好,第二盘的话,绝境翻盘,那我们看一下这盘是什么个情况啊,这盘呢,这盘也是比较艰难的,这么一个,好,希望新, 新的一年啊,我们一切都能够平平安安,也希望今年真的是啊,曾经认为这个祈祷什么,我希望世界和平是一个什么,是一个遥不可及,就是说我们小人物的这么一个,小人物的大梦想,但是,但是现在真的不是什么,不是什么小人物的大梦想,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的,真的希望这次这个疫情快点搞定,哎,这个,这个, 人家很烦的,我真不瞒着大家,世界上有好多地方我还没去的,真的要疫情,要疫情结束之后,真想请个半年的假,对吧,把以前没去过的地方全部都就溜达一边的,真的只有,怎么说嘞,现在才回,现在想想过去自己真的是,哎,你说为什么曾经不早去那些地方呢,现在想去都去不了了啊, 好,我们看一下啊,这种被翻了啊,这人被翻了啊,两个,呃,草皮国家,让我们开快点啊,让我们开快点,其实啊,像这种局啊,毫无一问题啊,你如果是对面优势局,其实是要等这个啥,对面犯错的啊,如果对面不犯错,你说你想完全靠自己,这个感觉也是比较比较困难的事情,所以说这个时候,请同,请大家,单带两带,哎呦,啊,哦, 你看,这个就是下场,大家注意摆将,你是要防一手的啊,你是要防一手的,这种情况是有出现的吗,对不对,那不管怎么说,你总别告诉我月经比那个理点重要吧,那比理点重要吧,对吧,好,然后,这个,杀,哇,这地方,看一下国家,国家,国家没有距离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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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缓干, 这一下的话,这个,呃,当然他,我说过了,这个环盖已经改过了,只能,只能有一次的,好,杀,那么现在,这把还是不好打的,感觉啊,这一盘的话,就要,而且当然还好,送上将克制一下,你这个,克制一下这个月经的,好,打掉过河差,叫乐不自主啊,这个乐,哎呦,这个真的有点伤,这个乐呢,没办法有刺马懿在的, 那你这个是别,没有什么,可能性在里面的,好,我们这个,我们这个靠自己了,决斗,好,让一个9,啊,杀,就我们这个时候想拼一下,有时候有闪,其实,啊,但是这样他没有打错,他就让他去想拼一下,万一打死了一个就钻了,现在是不是说明显这个局,局对我们肯定不利的,大家看这个已经是很强很强了,很强很强,好,杀,杀,哎,这个这个的话,哎,还好的, 把他扒掉了,因为这个点为这个武器还是比较重要的,杀,还好把离点断掉,如果这班,他们再有一个离点,那真的是没法打了,这把把离点断掉,是个决定性的因素,好,那这没有办法,因为这个乐还是非常非常伤的,好,我们看一下,杀,哇,真好,我去,他们还有桃子啊,这真的是这个,哎,这个时候,我们把他打掉,这个, 哎,也就一张牌,我感觉这一下,啊,当然也行,他这不是说,因为他是死定了的吗,把他收掉,拿一张牌,我们很可能,那个啥,我们很可能摸一张有用的牌,所以这么打也没有什么问题,我感觉啊,这个时候你看微博在搞笑,放慢一点,微博这个时候在搞笑了啊,这个火宫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,你想看他的牌吗, 好,这个时候打的也是那个,比较有意思的,因为这个是那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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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啥,好,这个时候这张牌是最好玩的,这开个万键起发,要把他的牌全部丢掉,问题在于是,这个技能,他要发动技能,你看你什么都没有赚到的,而且这个A开的真的是挺搞笑的,对吧,而且,司马懿这个地方的话,他这个冰凉村断,司马懿要派人改,你看,司马懿要改了,好,改了一下,漂亮,你这个改了一下之后,但问题在于是那个,我们这个乐, 你就改不了了吧,对不对,所以卫国就是这样啊,本来这么个大优势局啊,不要在那里浪啊,结果搞出事情出来了,对吧,当然,如果对手不犯错,我们也很难获胜的,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,对吧,所以这个坚持到底啊,还是有收获的,坚持到底还是有收获,哇,这些卫国人在这里秀,对吧,让他们秀啊,让他们秀,好,尤其进入熬战模式里面,那我们这个,进入熬战模式里面,这个周泰真的很强啊,这就没啥可说的, 周泰真的很强,杀,哎呦,这个地方绝对感觉,你其实可以直接杀的,感觉,最后是个,当然也无关伤大雅了,反正最后这一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嘛,咱们这个周泰就是很强的,好,我们明天再见, MING PAO TORONTO